這個提把呢 全部是義大利進口牛皮 我們現在要來做一個客人用愛馬仕的防塵袋 蓋的小的菜籃水桶包 然後它上面有愛馬仕的這個抽繩 打開之後呢 裡面你就可以裝什麼三明治啊 裝什麼想要偷渡去外面野餐的東西啊 然後因客人的需求我們還做這個小掛鉤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就是手提一拜上面的小掛鉤 但客人喜歡 那我們就做給客人啊 那因為呢 我就不小心叫我的IGPO的這個東西 然後大家就造成了一股轟動 所以呢 我們就打算要做防塵袋改造包 讓大家抽 送給大家 那在這之前呢 我還做了一個路易威登的版本 因為我個人是非常愛路易威登啦 但是因為愛馬仕的防塵袋呢 要獲得比較難 所以我們就是改完客人的就還給他 那這個路易威登的呢 就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改了兩個版本 然後我們的頻道呢 今天就是來教大家怎麼做這個東西 然後拜託不要再買紙袋改造包了 包包都沒有賣掉那麼多 到底哪有那麼多紙袋 可以讓大家這樣下單啊 一個一兩千 那是盤子嗎 想被騙嗎 我們拆一個Fendi的好了 Fendi的這個抽繩還蠻好看 好 首先呢 小鼻啊 我放個群 咦 我要不要吃東西 怎麼會有人一大早給我用三太子的聲音跟我講話 我要七小鼻 還是我一直用三太子的聲音跟大家說 像我會偷吃你開一個宮廟 就叫做太子宮這樣 攝影師會聽到非常非常的累 好 我呢 就是一個很憑感覺做事情的人 所以就先上畫五公分 WOW 真的是很好看耶 再來是 嗯 123 再往下 這邊是12 我好像很大膽的 在畫這個防塵袋 你們今天就要 FORGET IT 它是一個防塵袋 要想像它就是 會成為你另外一個包包 不要在那邊秀喵喵這些東西 好的 那我都畫好之後呢 登登 我們已經做好的 焦糖色牛皮提拔 那我想說我們都做過了一個咖啡色 做過一個黑色 那就來做一個焦糖色 然後搭Fandy 其實應該也蠻好看的 嗚 好時髦喔 畫好之後呢 開始剪剪剪 好的 這防塵袋呢 最好看的地方已經被我們取下來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幫他把這些東西都剪掉 好的 那上面這邊呢 因為我要保留它這一個 Fandy漂亮的辣油抽繩 這個也有抹辣的繩子 那這個寬度就是 30公分 也就是它一圈是60公分 這個就是一個60公分 欸 是嗎?2乘3.14159 欸?欸?我的手機呢? 我的手機呢? 呵呵 咿咿咿 不要吵 哈哈哈 哼哼 數學不太好的我 現在就是要來算給大家看 如果說是一個30公分的寬 所以也就是說 30乘以2就是60 所以60除以3.14159 等於是19點多公分 16.09 所以是60除以 怎麼這樣子呢? 好的 這邊是20 是不是? 如果是19的話 這邊就要扣進來 0.5公分 這邊是9.5公分 4次 9.5公分 5次 耶!成交 哇! 你是不是很累 我需要那個可以剪紙的剪刀 耶! 我是個大廢物 喔!好爽喔! 我攝影師想要拿剪刀射罐 哈哈 來喔 非常好 它就成了一個 我現在需要的圓 那這個圓一圈就是要15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15好了 OMG剛好15公分 我的天我的天 我怎麼這麼會畫 再來親愛的晨晨 晨晨就是我們這邊一個很漂亮的女生喔 蛤?你剛說什麼? 不要 真的是不要臉耶 在我們整個團隊就是不要臉團隊 一個說自己很會做東西 一個說自己很漂亮 這什麼意思? 我需要一個60公分 乘以20公分的最薄的皮糠 然後這個先幫我燙一下 哈哈 我又沒事做了 我真的是個被誤耶 大家應該去看我這集看得很煩吧 哈哈哈哈 不然這樣子喔 你先把這個吃完 還是10個 不行耶 成交 快點 我要在你面前跟大家說 我也很愛BTS 可是我們今天真的是點太多了 我們點了就是10個 我也要在合體 哈囉 我現在看他們都想吐 你知道嗎 就 嗯嗯 那我要吃給大家 現在改吃播了喔 蛤? 我不要搞公司 快啊 我覺得我現在拍起來一定很難看 攝影師可以了喔 不要喔 這太醜了 嗯 嗯 那橘子還蠻好吃的 嗯 哇 好我知道了 先把它翻過來 你弄不了我的 呵呵呵 我們這個Fandy 暫時完成到這邊 我們就要來拆皮革了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 我們剛畫好的板 就給它這樣子放上去 拿出我們的記號筆 就給它畫下去 好的 這已經畫好之後呢 那我們就來幫它畫這個 一公分的縫分 那我們把這個圓先剪下來 喔 這個圓 很圓耶 畫得很漂亮耶 好的 這個底的圓呢 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就只要這樣子 等一下拿強力膠 黏一圈 我們就可以交差了 大家就是這樣完成了 哈哈 你像被打嗎 嗯 我想一下呢 數隻數隻 我要6隻還7隻 我看一下我要6公分還7公分呢 嗯 7公分好了 來 先畫個60公分 好的 60公分 然後 我要先把它 割下來 這真的太完美了 怎麼採穿那麼漂亮的皮革 連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 我自己幫你背影 我把它翻回來 然後要來 進車縫的部分 車縫的部分呢 就是這樣子 車車車 車車車 你好漂亮喔 我們幫你車車車 好 接下來放回來 接下來 我要拿出我們的滾輪 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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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看過那個貪吃鬼巧大媽跟我長得很像 他就有大大的胃喔 然後我們現在拿到這個東西之後呢 還有這個呢 我們就要再把它翻回來 這要翻進來幾次 就是這個樣子 做這個包包就非常的麻煩 要翻過來滾一滾 再翻過去滾一滾 就確保他每一個步驟的時候 他的所有的東西都是貼合的 接下來我要把它 撤起來了 然後我要放1公分的定規 很多人覺得縫紉機用定規就是 技術沒那麼純熟 小朋友才會用 你就把這裡面的東西都不要車壞 保持我就是要用定規怎麼樣 爽啦 好了 車車車車車 我們要把這個圓接起來 車車車車車 好 這個時候呢 就先把這個禮布車起來 我們這個禮布選的是那個 日本進口的臀皮 接下來把這個焦糖臀皮 放在這個很容易夾死的縫紉機 好的 我們這個臀皮剪完了 你不要偷笑喔 大家是不是覺得我太假白了 我想豬皮多哪天 對不對 以後我們吃萬鸞都要講 萬鸞臀足 全部東西寫成日文就感覺高級很多 就像我們大家平時呢 買東西都全然東西都無所謂 但你不小心看到唐吉克德看到 你就會覺得 哇他好高級喔 那感覺是一樣的 喔我的天啊 這個底座做起來也太美了吧 這個臀皮呢 加上這個骨骯呢 就是很完美的組合 那在這之前呢 我們要先做一個動作呢 就是先把他的這個手把製作上去 那製作這個手把的時候呢 我習慣性就是會左邊量一下 右邊量一下 然後看幾公分就這樣把它做起來 我們這樣先把它壓扁 然後看一下這個分離 哇好像很適合這樣做耶 而且這樣看起來有種高級的感覺 好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幫他貼雙面膠 你們看喔 我什麼東西都黏得 非常棒 我們只要把它黏好 它就會縫好 黏不好 就縫不好 好 我就幫你這樣貼上去 好了 就是做到這邊了 手把就這樣完成了 好了 完成了 我們就是這樣完成了 那就按讚訂閱加分享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要完成了 大家好 我們回到第二天的剪波爛 為什麼是第二天呢 其實是這樣子啦 我們上次做這個 防塵袋改造的水桶包呢 我們那天其實錄得非常非常的急 因為我們是在商業大樓裡面 所以我們有同一斷電時間 然後我們錄到呢 真的是 差點要斷電 差點我們整個團隊 包括我們的攝影師 跟我的夥伴們 然後就要在摸黑 然後離開這邊 所以呢 那不然乾脆 第二天再來錄好了 我們以防東西產出的品質 然後目前到現在 已經做好了 兩個提把 幫它縫好 那裡在這邊 於是我就在這邊開拍前呢 所以我就先把這個部分呢 先完成起來 它的身體手縫的部分呢 我們是像Fendi 就是這幾季 跳針手縫的方式 就是一針間隔 一針間隔 一針間隔 這樣子的把它完成 然後呢 就是目前縫了 這樣子兩邊提把 是不是很可愛 昨天好像有講到 關於抽這個包包的 抽獎內容 等等做完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要幫它上禮布囉 然後因為這個大概也都好囉 大概就是在這裡面 請給我長尾夾 我要五隻長尾夾 我要長尾夾 欸這也太大了吧 這什麼巨型長尾夾 我要小的 這要幹什麼 好了 我現在固定住了呢 它就會非常的聽話了 這真的是 這太美了 有固定跟沒固定 果然不一樣 看到沒 它原本Fendi的防塵袋漱口 就可以這樣子抽起來 多可愛呀 還有什麼紙袋改造包 對不對 炫這個啦 紙袋能跟你有漱口嗎 不行啊 對不對 那接下來要收這個邊囉 收這個邊其實有兩種做法 但我今天想要交代它比較簡單的 就是你就採一條 跟那個邊一樣寬的這個皮 然後我們就幫它上這個可愛的雙面膠 這個時候呢就找好中心點 然後從正面車我要幫它把這個皮包進去 OMG這包完之後一定好看到不像畫 沒力到不得了啊 好從這邊包好了 我怕那邊縫份太厚 接下來呢 就要拿出一個定規把它卡住 我們要車一個壓部腳寬 好的 接下來 做好包邊這個動作 大家有發現我的雙面膠只上了一邊嗎 另外這個沒有上到 大家不要覺得雙面膠很薄齁 其實我們車了這麼多層之後 雙面膠也是會有點厚度的 為了減緩它的厚度 不要讓它形狀很難看 所以雙面膠只上一半 那雙面膠的功能呢 主要是 就像很多皮具一樣 它主要是固定式的功能 我真的車得很美耶 好我到這邊要把一些皮裁掉 因為好像有點太多了 好的 好然後就把這個撕掉 Forget it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貼上去 統一先往上 OK 那我們要做最後一個動作了 還有動作 這一圈呢 我們要車一條線把它固定住 然後呢 我們車的車法 為了要讓它一直維持 這麼好看的狀態 哎呀 你給我進去 我們要把這個線呢 藏在這個剪接處 好的 非常的漂亮 Oh my God 你太好看了吧 你怎麼這麼好看 不對是我覺得怎麼這麼好看 怎麼好看怎麼辦 裡面幫它塞一些填充物 例如什麼獅子巾啊 強力膠啊 呵呵 來來來來 喔 哇哇哇哇這什麼東西 走開啦 看到沒 胖胖的多可愛 然後這時候幫它打個結 多時髦啊 還不用那種磁扣什麼的 好了 我們完成了我們的 天地防塵袋 改造包 可愛到不行 可愛到我無法自己 我跟你們講一下 真皮的部分在哪裡 這個提把呢 全部是 義大利進口牛皮 圓圓的底部呢 它這邊條 全部是義大利進口牛皮 然後這裡面呢 我想要用一個 很炫炮的方式 形容裡面的皮革 裡面是 日本進口的 臀皮 是不是 很棒 什麼是臀皮呢 就是豬皮吧 但我覺得 講臀皮 聽起來比較高級 先跟你們講一下 這個東西呢 它不需要填充物 它就可以讓自己這樣立著 你看多高級啊 我們裡面的那個製作過程 全部都有拍給大家看